吃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 尤其是高龄长辈要特别小心 光复分住所 日前就接获民众报案说 家中长辈吃面 噎到了呼吸困难 原警到场见状 立即施予哈姆立刻法来急救 不一回功夫 卡在长者咽喉的面时顺利吐出了 虚晶一场的家人 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 接获通报 有一名老妇人 吃面时而不慎噎到 已经无法呼吸的原警 原警王志义继承中 两人一到场 只见老妇人似乎快要昏厥 一旁家人看着心急如焚 原警王志义二话不说 立刻施予哈姆立刻法来急救 而同行的继承中原警 则是立即通报消防队来支援 来我来我来我来 喂 有有有 请 还没有 妈妈妈 来先放他下 看心脏有没有跳动 有有有跳动 原警从长者后方环抱 双拳头顶住长者的胃 用力往上一击 不一会儿的功夫 卡在喉咙的一大团面时 从长者口中吐出 这时老妇人才恢复了生命迹象 意识正常 此时消防队救护员也及时到达 货素将奄奄一息的老妇人推上救护车 送一急救 本所日前接获报案 民众称家人吃面食椰猴须急救 警员王之一继承中立即赶赴现场 到场发现为36年次黄姓老狱 在家中客厅 与家人吃晚餐食椰到 原警健壮立即失作哈姆立刻法急救 并通报救务人员到场 救务人员到场前黄敏已恢复呼吸脉搏 并将其送往凤林农民医院急救 老妇人送医经医护人员治疗后已无大碍 目前已经返家休养 凤林警分局表示 原警除了是打击罪犯 维护社会治安 平常常训也都有受过CPR 哈姆立刻急救以及AED等基础的急救知识 已被不时之需 这次原警判断正确并施予正确的急救术 从死神手中抢回了老妇人的性命 虚惊一场的家人们频频向远景致谢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